第29题,将3次更号4减3次更号3分之1,有理化后其值为何? 有听话意思呢,我们来有理化这个数,那么首先呢,我们来看它的分母 它的分母呢,如果我们把3次更号4,那么这个数呢,我们把它称为4a,那把3次更号3这个数呢,我们把它称作4b,那么因此呢,我们原来这里分母呢,就是a减条b 所以呢,我们来做有理化的时候,就来求这个数乘上它的有理化因值 那么有理化因值,我们就必须乘上,这里呢是a减b,3次的a减b,所以这里呢,我们必须乘上3次更号4,这整个数呢,的平方 再加上来3次更号4,再乘上来3次更号3,再加上来3次更号3,那么这整个数的平方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呢,我们把它乘上是a减b,那么这里呢,就看成是a平方,再加上呢,a乘上b,那么再加上呢,b的平方的意思 所以呢,分母我们把它乘上这个,那当然呢,分子也是要一并的乘,所以呢,分子我们也是乘上来3次更号4,那么这整个的平方 再加上呢,3次更号4,再乘上呢,3次更号3,那么再加上呢,3次更号3,所以呢,整个的平方 那么因此呢,经过这样子有理化之后,我们得到呢,它的分母 那么就是呢,a的三次方,也就是呢,3次更号4,那么这整个数的三次方 再减掉呢,3次更号3,那么这整个数的三次方 那么分子的部分呢,就是我们刚刚乘上有理化因子的这个数 啊,所以呢,我们就把它展开来,那么因此呢,3次更号4的平方 就得到呢,是3次更号4的平方是16 啊,再加上呢,3次更号,把4呢,跟3相乘得到呢,是12 再加上3次更号3的平方,我们得到是9 啊,所以呢,分母的部分,我们来先计算 3次更号4的三次方,这个值呢,是4 3次更号3的三次方,这个值呢,是3 那么因此呢,4减掉3,啊,所以分母的部分呢,我们就得到是1 那么因此呢,我们就把分母的部分不写 啊,剩下呢,就只有是分子的部分 也就是呢,3次更号16 再加上呢,3次更号12 啊,再加呢,3次更号9 所以呢,题目要来,啊,把这个数呢,有理化 啊,求它的值 我们计算结果呢,得到是3次更号16 加3次更号12,加3次更号9 那么选项A呢,刚好就是3次更号16 加3次更号12,加3次更号9 所以呢,选项A,就是我们的答案